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无八亚军 结合鸾白凤之前的话语来看 杨开盈盈有些明白左权辉的打算了 这是准备跟虚空帝耗上了 虚空帝那么多人 坐吃山空知晓 总有一天会资源耗尽 到时候就不得不主动外出 而那个时候才是他动手的耗时机 想到这里 杨开倒是舒心不少 这也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局面 这一场争斗时间拖得越久 对虚空帝的优势也就越大 舔了舔嘴唇 杨开抬眼望向鸾白凤 你之前是打算出身 相助左权辉的吧 鸾白凤有些不自在 是啊 跟着七品开天 吃不到肉 总能喝点汤汤水水的 杨开咧嘴一笑 那就去吧 相信左权辉应该也会很乐意 看到你去投靠 杨白凤喳喳喳也恍然道 你这是要我去做戏作啊 不敢吗 杨开挑眉 就有什么不敢的 是人都知道 我与你虚空地有过剑 此时文风而头 再正常不过了 想来着左权辉啊 也不会起什么疑心 就是这个道理 杨开微微汗手 鸾白凤道 嗯 若是我探听出什么重要情报 又该如何送给你啊 本时间内不必与我接触 左权辉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动作 带到真正开战 彼此自有接触的机会 鸾白凤点点头 啊 那你呢 杨开抬头朝御门望去 自然是回虚空寓了 鸾白凤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略有些担忧道 啊 你就这么打过去啊 万一左权会在那里作战 怎么办呢 你可不是对手 要不 要不你绕个远路 从另外的御门回去空地吧 杨开笑道 左权辉七品开天 哪有闲心做这事 他的伤势纵然痊愈 也肯定在什么地方休养生息 更何况 即便他在 打不过 我还跑不掉吗 短白凤定定地敲着他 若是其他六品说这话 他定要耻笑一分 七品和六品 虽然只差一品 却是天差地人 任何一个七品 想要对付六品 都不过是手到前来 然而 说这话的是杨开 哎呀 那你自己小心了 可别阴沟里翻船 杨开道 你先找个地方躲一阵子吧 带这边风声过去了 再去找左权辉 免得让他起义 自己前脚才从 飞烟玉这边打过去 后脚蓝白凤就去投靠 左权辉肯定是要有所调查的 嗯 我知道 短白凤点点头 自己小心 若势不可为 立刻离开 杨开又定住一分 这才身性一晃 突兀地从眼底消失 短白凤寻着痕迹探取 初始还能察觉到杨开的去向 但很快便丢失了踪影 悄无声息地朝后退出万类之地 一股股强大的力量波动忽然自身后传递回来 扭头望去 只见玉门那边一场大战爆发出来 横杠在虚空中的楼船化作火光亮如白昼 显然是阳开与那边的人交手了 与门处树道身影站作一团 一道道神通秘书绽放出来 打得虚空战力 乾坤崩塌 回宫阳开的人足有五贵 其中四人都是老相识了 一个是左强辉坐下的 那个六品开天的女子 还有黄泉天君 金刚天君和苍严天君三人 最后一个却是面生的半大老者 阳开估计 这人是来自天剑盟的六品 以一敌武 阳开也有些不是对手 这五人除了那女子的底蕴 浅薄了一些 剩下四个 哪一个不是老牌六品 挥洒出来的世界伟丽 雄魂浓郁至极 每一道神通都有莫大规呢 若非依掌空间法则的神妙 和苍龙腔的规呢 他早就兵败如山倒了 外围还有一群六品之下的开天镜 将四面八方 微距得水泄不通 所有人都在迅速移动 紧紧包围着混乱不堪的战场 那一散出来的力量 冲击得所有人都身形部位 气血翻滚 暗暗惊骇 余波便是如此 若是真的卷入其中 哪儿还有命在 同样惊骇的还是黄泉天君等人 上次跟着左权辉射服阳开 他们也没有与阳开正面交手过 尽管知道他本领高强 也没有一个确切的认知 然而此时此刻 他们是真真正正的见识到了 神出鬼没的苍龙枪 幽呼来回 简直无迹可寻 五人互为机脚 联手之下竟也占据不到 绝对的上风 甚至每每都被阳开反击 惊出一身冷汗 虽然表面上看 阳开被压制的 没有多少还手之力 但他每一次还击 都裹挟着死亡的气息 让五人防补胜防 来自最新的黄泉天君三人 和那天剑萌的六品 奋力维持着局面 力图将优势扩大 然后留下阳开 偏偏那六品开天的女子 发了疯一般 对着阳开狂轰滥炸 那一双毛子都是赤红之色 周体师兄惨死的一幕 这几个月来 一直萦绕在心头 而杀忍者便在眼前 自然是杀念配人 恨不得将阳开碎尸万段 替自家师兄报仇血恨 他的肆意行为 导致黄泉天君等人 不得不分出很大一部分精力 来弥补他的破绽 尽管劝说了几句 可这女子压根就没有听进去 黄泉等人快气疯了 有一种大家都在骑行协力 却偏偏还有人扯后腿的狼狈感 偏偏黄泉等人 根本不敢让他有什么闪失 否则根本没办法与左权辉交代 阳开 你杀我师兄 今日必杀你 为师兄 报仇血恨 那女子一击不成 咬牙娇和 手伤动作也丝毫不听 世界伟力宣显而出 阳开提枪挡下 苍龙枪化作一片枪影 朝五人召去 吃笑一声 你师兄便是那个叫周涕的 哼 让我想想他是怎么死的 是了 被我用金屋针火烧死了 而你那师尊左权辉 便眼睁睁地看着 他应该能救得下来的 可他没救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那女子的眼珠则更红了 似乎还有盈盈泪光在涌动 听着阳开的话语 他不禁想起了当日周涕身死的一幕 耳畔边还回荡着那凄厉的惨叫和求救声 泪水迅速模糊了双眼 出招愈发凶力 小妖听他胡言乱语 他在饶你心神 黄玄天君一声低河 因为他不想让自己有更大的损伤啊 阳开且战且退 哈哈大笑 他若是出手营救周涕 伤势势必会更加严重 不过保住周涕的性命应该没问题 毕竟我可不是他的对手 我杀了你 那女子浑身上架 世界伪力剧烈波动着 彰显着心情的不平静 整个人也与其他四人脱节 只瞅阳开扑杀而来 阳开眼中冷光闪过 苍龙将以不可思议的角度递出 长枪之上 一个漆黑如缠斗大小的黑点 忽然呈现出来 空间法则跌宕 直朝那女子刺拳虚空崩塌 小心 黄泉天君一直警惕防备着 当身边那女子有所动作的一瞬间 便立刻祭出神通 朝阳开打去 金刚天君和苍延天君二人 则连忙骨旧者破诊 天剑萌的六匹 更是一道神通朝阳开轰去 攻敌必救 一通混乱交手 神通微能绽放 阳开脸色恢为一白夜 往后退出百里之地 压下心头分魂的气息 黄泉等人护着那六匹女子 与阳开遥遥对峙 个个都是一头冷汗 方才那一瞬间 若不是他们救援及时 左全辉这个女弟子不死也要众生 心中暗骂女人果然坏事 却也不敢再有半点掉以轻心 便在这时 飞烟欲深处 一股极为恐怖的气息忽然弥漫而出 那气息明显在极为遥远的位置 却能清晰地被每个人感知到 天天来了 黄泉等人大喜 心知闭关休养的左全辉 肯定是察觉到了这边的争斗波动 急急赶来支援 阳开脸色微沉 开头朝那气息来源之地望去 隐约可见一个巨大的虚影 正在急速靠近 那虚影赫然是一张足以遮蔽 大半个虚空的愤怒面孔 心头危坦 本打算拼着受伤 要再斩左全辉一员大将 可如今看来确实不行了 左全辉将至 他也得望风而逃 冷冷地盯了黄泉等人一眼 阳开掉头便走 拦住他 黄泉立合之时 自己已经朝阳开冲了过去 只要将阳开纠缠在这里 待左全辉杀到 他就必死无疑 挡路者死 阳开提强直辞 枪囊绽放之下 那围惧在外围的众多开天 顿时惨叫一片 这些一直围在外围的开天境 都是六品之下 又如何能拦得住阳开的去路 一道缺口 轰然破开 留下十几具尸体横成虚枯 剩下之人各个经济不已 面四惊恐 四面逃窜 等黄泉等人赶过来的时候 阳开已经一头扎进了御门之中 消失不见 徒留黄泉等人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 他们是万万不敢追进虚空狱的 谁知道阳开会不会在御门的另外一边杀个回马枪 这种情况下一头闯进去的可能就是鬼门关了 站在原地静待了足足半个时辰 左全辉才迟迟赶到 扫了一眼一片狼藉的四周 轻轻冷哼一声 方权天君等人低垂着头也不敢说话 那阳开从何处来 左全辉问道 众人面面相去 皆都摇头不知 他们也没想到杨开会出现在飞烟狱 若是早知如此 定会更加严密的防范 一群废物 左全辉怒骂 众多开天井被骂得抬不起头 个个都心有气气 不过考虑到左全辉这段时间 一直心情不美 谁也不敢反驳半句 左全辉物自发了一通脾气 这才拂袖雷取 见他没有执意要杀进徐公裕的意思 黄泉等人 这才松了口气 暗暗后悔 当初就不应该投靠左全辉 如今才从最心上脱困而出没多久 居然就要受着一肚子气 实在得不偿失 徐公裕兴事坏 杨开驻足观望 那渡口处一如既往的热闹喧羞 不过以往的热闹 是外面的人排队等待进入兴事 而这一次的热闹 却是兴事中的人排队等候离开 当然 也有要进入兴事的 数量却是发善可陈 这与兴事之前的情景 可是极为不符的 对此情景 杨开早有意料 只是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得这么快 看样子圈和府邸的左全辉的闺蜜 确实不是等先势力所能够招惹的 战身来到渡口处 负责坐镇在此地的金元朗立刻迎了出来 面露忧色抱拳道 宗主 杨开微微点头 找个僻静的地方说话 宗主请随我来 金元朗伸手示意 领着杨开见了一旁的见势之中 不等杨开开口 金元朗便急急道 宗主 那左全辉放出消息 与我虚空帝不共代替 是要将我虚空帝以为平地 兴事中的商家得知消息 如今许多人都要离开了 我看到了 杨开点点头 这个消息放出来多久了 有多少人走了 金元朗想了想 消息应该是一个多月前传出来的 如今有一成的商家离开了虚空兴事 这个数量恐怕会越来越多 大都督那边传讯过来 兴事中许多商家都有准备离去的意思 咱们没有为难这些要离开的商家吧 杨开问道 金元朗摇头道 二总管说 有人要走 墙流也留不住 要走的全都放行 所以渡口这边 属下只是例行检查 没有问题的全都放行了 嗯 二总管做得不错 杨开赞许一生 兴事中的人 都是来自各大小势力的 畏惧左权辉这个上品开天 理所当然 虚空帝若是真的强流 只会徒者仇恨上身 不如大家好聚好散 可是宗主啊 再这么下去 咱们兴事的根基就动摇了 好不容易才聚拢起来的人气 也将烟消云散 杨开白白手道 没那么严重 总是有一些商家是不会离去的 顿了一下道 你觉得最后留下来的商家会有多少 金元朗摇头道 这个我可说不好 我只负责管理虚空渡口 这种事还得去问大都督 虚空兴事设有都督府 莫眉坐镇 大都督便是莫眉了 这边正说着话 莫眉的声音便传了过来 应该能留下三成不到 杨开扭头望去 正见莫眉走了过来 盈盈益礼 宗主回来了 杨开点点头 伸手示意 坐 莫眉落座解释了 哦 底下人说 宗主出现在渡口 我便过来看一看 宗主此行可还顺利 Oh 下人